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伸缩装置的安装技术 那么这个点同样也是和刚才的制作一个模式 我们在前面第一个专题中就讲过桥梁结构了 包括咱们在做防水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也给出了它的实图问题 所以这个在图片上的位置一定要找清楚 一般我们在伸缩装置预留的位置这 两边的桥台和梁钻之间肯定是要放的 在线长度比较长多跨桥梁中 每一个受力单元组合之间 因为它积累了一定的变形要吸收了 所以一个组合和另外一个组合之间 一般也是要放伸缩装置的 好你把这个分清楚 然后我们书本上在这 把它的要求功能这里面稍微做了一些调解 但是不影响 也就是我们教会变动只是变了描述 跟之前是基本一致的 那我在这把教材的顺序做了一个细微的标号调整 不影响大家看书 你也可以直接以老师讲义为主 也可以看教材一样的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础概述 就是这个概述内容就是纯考你概念点的 那我们首先对于位置这 咱们已经强调过好几次了 我就不用再重复了 第一个专题中就说过 把两个位置名字记清楚 第二个对它的作用 我为啥要放伸缩装置啊 你就想一想水泥混凝土布面里面的帐缝 它是来吸收变形的 它主要就是调节由车辆核载和建筑材料 引起的上部结构位移和联系的问题 就是它产生变形了 我们就用你来吸收 前面帐缝它是吸收材料板块的膨胀和收缩变形 而这个就是你上部承受核载之后 它会来回动 那我们产生的变形 你在这做吸收运行了 好 那我们再看要求 要求的话 你既然是吸收变形的结构 那肯定是能够顺畅的变形 能够自由的发生伸缩了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要求 满足两端自由收缩 转角变形 让车辆平稳通过 前半句话就是能顺畅吸收变形 后半句话 因为它是铺装在铺装在前 伸缩装置在后 你的桥面铺装行车带都已经做完了 有伸缩装置的地方 要严格限制它的标高和铺装一样 如果你高了或者低了 行车不舒适 所以这个是变相的告诉你 我们铺装的一个标高控制要求 好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再看 它要防止雨水和垃圾渗入 指的是哪 就是暴露在外面的伸缩装置中间这个缝 那我们要加强日常的一些管理了 当你发现有杂质进入的时候 要及时清理 安装检查养护消除物是简单方便的 不要操作太复杂 以及设置处 栏杆和铺装都要断开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做的伸缩装置 旁边的混凝土栏杆护栏 底下结构全都是断开的 这就跟我们挡土墙里面设置的变形缝一样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面看 第四个是分类 分类这个点我们不用再通读了 纯概念 它能考也就是考选择题 读两遍就可以 我们不再挨个去念它 第五个就是性能要求 性能要求跟前面原理依然是一致的 要变形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变形给出了什么 它能适应纵横数三项的变形要求 好 那这带来一个问题了 是所有伸缩装置都要满足这个吗 不是的 我们有一些伸缩装置它所处的桥跨位置只产生纵向变形 那我就不用买这么复杂的 咱们就选吸收纵向变形就可以 所以你到底选择吸收哪几个方向的取决于结构产生变形特点 它的变形吸收的越复杂 造价就越高 所以你肯定是匹配着来的啊 有什么需要咱们就放哪个就行了 然后具有可靠的防水排水系统 那对于它自己结构的防水特性一定要满足住满水24个小时不渗漏 住到哪去了 咱们做完施工伸缩装置之后 它这旁边全都被混凝土包住了 我打斜线的地方全都是混凝土包住的 所以是不是只有中间这个地方能进杂质能进水啊 它底下一般都是要做一个防护的 就并不是完全全断开的状态 它只是说主体结构 刚性结构是断开的 你这个地方能弹性变形 但是它的底部一般会有一些钢板去做一个封闭 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完全打开 那我一有水下去 这个底下路就变成水连洞了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们对它去做注满水是在这个范围啊 保证注满水 它不漏水就行了 避免影响底下的通车或者行人的行走 好 那这个运输储存的问题就是保证 它本身就是个吸收变形的结构 你不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 让它自己结构变化了 那我吸收变形就受到影响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四经被的 第一点 我这个结构大多数都是钢垢 而且里面有的时候会带一些橡胶垫之类的 那需要防日晒 避免出现老化的问题 避免遇到热源出现变形 好 避免阳光止晒 过掉 那另外不要漏天对方 为什么呀 因为它也是钢材呀 你看我们主要的部件不都是钢垢件做的吗 所以这个不露天就想一想钢筋和钢管堆放就行了 那以及我们说它怕阳光晒 你肯定也怕热 是不是远离热源 一米以外 不要和地面直接接触 怕变形 也不要和腐蚀性的东西放到一起 所以这个存放你读一遍 基本上要点都能判断出来 它很少或直接让你写 一般都是在选择题里面做判定 我们只要把原理掌握住 这个判定没问题 所以这个位置不用死经备 好 那什么东西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呀 就是到底伸缩装置是咋放上去的 那我们先给大家通过一个比较生动形象的立体动画 来展示一下它的安装过程 好 在伸缩装置的安装动画展示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以建模的形式来展示一下 桥梁主体的大体施工顺序 那现在见到的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 为了缓解交通上的压力 我们在十字路口去建设了一个跨线的立交桥 那咱们先来看一下桥梁的主体结构是怎么样去做的 当然前提第一件事是去做基础 那我们现在由于建模就不再给各位去展示地下的结构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主体的施工过程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就是桥台和桥墩的主体结构 然后在桥台和桥墩上分别去安装盖梁以及台帽 台帽做完之后在上面设置制作电石 然后再来安装制作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电石和制作已经上线了 随即我们做桥化系统就直接把它们安装到电石上就可以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个小的施工上的细节 当我们完成了电石的制作 一定在安装制作前是需要复合做定位的 做电石之前也要对它进行重新的定位 这个定位包括平面位置以及标高层的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上部桥化的施工 那桥化这个就依照我们前端的这个制作所在位置进行安装就行了 城市桥梁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装配式 因为它对于我们路面上的这个占用时间比较短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桥框已经做了铺设 好这里面我们先稍微停一下 主体结构下面有基础 中间这个范围我们设置的是类似建筑结构里的柱体 那它也就是桥墩和桥台的结构 上部做的这个叫做墩帽 也叫做盖梁 而桥台上叫做台帽 我们上面又设置了制作系统 连接桥框和下部结构 那如果说这个桥梁要设置伸缩装置 应该把它设在什么位置呢 伸缩装置应该是设置在桥梁的两端都一定会有 因为它属于是桥梁结构和其他结构之间的连接点 所以如果就针对我们这个桥来说 它的伸缩装置必然是设置在两端的 中间这个桥面大家可以看到跨数比较少 所以如果是连续长线桥的话 它每一个受力单元中间都是要加伸缩装置的 所以这边我们去关注一下什么地方会设置 尤其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图片这儿 是不是坡度上有了一个改变 所以像这个位置也是属于容易受力比较大的地方 但凡是在结构上受力比较大 容易发生变形的 我们都应该设置伸缩装置 好主体结构已经做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往后面来看 主体结构做完 我们强调要先来进行桥面的铺装 桥面也就是我们在桥梁主体结构上行车的路面结构 它的建设方法跟我们前面见到的厘清路面 水牛混土路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厘清路面的铺设过程 前面是布料机 后面是摊铺机械 跟着的是压实设备 那当我们把桥梁的桥跨上部的桥面铺装做完之后 实际上它就是能够去接受核载的状态 但是现在还没有去安装能够吸收变形的伸缩装置 所以紧跟着我们来看一下伸缩装置的安装过程 好在铺完桥面铺装之后 我们紧跟着需要来把预留槽凿出 那么这个图片就看得非常的明显 两端这两个范围是我们去做的桥跨系统 也就是桥梁上部的梁体 那么它在做布教的时候 已经把伸缩装置的槽流出来了 也就是我们这一片梁 它在做的时候端部形状就是这种异形的形状 然后我们上面的桥跨是整体去做路面铺装的 那当我们铺完路面了 你再把这个草体的区域混凝土凿除就可以了 凿除的同时把边部这个范围进行凿毛 然后砸出来的这些杂渣需要进行临时的堆放和几时的外跃 同时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预埋钢筋 它就属于是跟桥梁伸缩装置做后续连接定位的 我们书本上也强调过 需要对于预埋的这些定位钢筋 它相应的位置进行检查 看看就位是否准确 好紧跟着我们就来进行桥梁的伸缩装置 以及横筋的安装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一就是横向的连接金 那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钢筋骨架支撑的效果 那我们相当于把每一个连接点进行了骨架的升长 再紧跟着我们来看一下伸缩装置安装的过程 那由上部进行吊装 我们强调伸缩装置的中心要放在槽的中心 它整体长度方向的中点要跟桥梁中线是对正的 好那现在我们现在鼠标移动的范围 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是伸缩装置的毛固钢筋 底下这个是我们结构里的玉埋钢筋 要把毛固钢筋和玉埋钢筋连起来 那我们也会看到有横筋跟它做一个联系 那么这个断面图在我们后面的练习题目里面会出现 我们到时候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 就能看到它的具体构造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当它准确的定位安装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焊接 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在连接点的点焊处理 同时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伸缩装置的顶面 必须要跟路面是保证持平的 这个保证持平的位置 一定是铺装了面层之后的顶面 好当我们完成连接之后 需要对整个槽体再来进行二次的清理工作 那我们大多数选择的是水冲的方式 把里面杂质清理干净 但是不要积水 一定要把水做及时的排除 清理好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火凝土的灌注就可以了 随即对它进行相应的养护 好 那到这我们整体的伸缩装置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同时大家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回到我们刚刚焦注的过程 在焦注这个点里面 我们就强调 一定是需要把中间这个范围 去做缝体的填充的 如果说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 没有去留天缝相应的泡沫板的话 那么中间这个范围就会出现 混凝土的连浆 那后面可能会导致它无法吸收变形 所以再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就可以了 好 这边我们就展示了完整的伸缩装置的安装过程 好 经过刚刚的动画展示 我们就见到了比较完整的伸缩装置 是如何放进去的 那我们也在刚才的动画 右上角给出了那个伸缩装置的一个断面结构 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 那我们刚才那个动画取的就是这种断面的形式 我们放的是80形式做装置的示意图 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 咱们就以它为例 在这个几个图上需要大家掌握什么东西 就是几个比较关键的连接部件 首先你先来看 我们在集中标注上是给你标出它上下层的关系了 最底下是8公分的混凝土调平层 就是我现在打斜杠这个位置 它是基层混凝土做的调平层 上面不是铺防水权嘛 然后再紧跟着10公分厚的桥面铺装 就是画圈这个层次 10公分的铺装 所以你看我们伸缩装置是铺装完之后 在凿槽去安装的 一定记得这个节点 好那我们凿槽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桥跨结构 它已经有了预留的范围了 只不过你上部铺装路面的时候 已经给它盖住了 我们就把这个空间给它凿出来就行了 那早晚这个空间 咱们会发现在做这个凉体的时候 已经把这些预埋件 埋到了凉体混凝土中 所以我画了这个带钩子的东西 是跟你的桥跨主体结构 一个节点做出来的 然后我就做成这种形状 后期它一铺装给盖住 咱们再给凿出来 好这个东西它叫做什么 你需要把这个名字记住 它叫预埋金 它是跟主体结构放到一起的 叫预埋金 好当我把它凿完槽 预埋金暴露出来了 你是不是需要对它做检查 它的间距状态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然后我们周围这个范围 后期不是都要通过 伸缩装置混凝土给包起来吗 所以这个范围就属于是施工缝 先交混凝土段 后交混凝土段 要通过施工缝做联系 好那我们就要凿毛 清理干净 这一系列准备工作做完 是不是可以把伸缩装置 调放进行安装了 这个范围是伸缩装置 暴露在外面的受力主体 中间这个空间 是我们能够吸收变形的空间 那它旁边这个大面积的范围 都要通过伸缩装置混凝土包 我怎么把这个位置 它的定位 严格的和铺装定位成整体 你在安装的时候 需要卡它们之间的标高 然后把伸缩装置这一部分 自带的钢筋 自带的钢筋 跟预埋筋焊接成整体 要焊上去的 那我们焊接的时候 是不是它们都是一些小块 伸出的连接筋 预埋筋都是单个的 一个一个的 我们要让它们在连接的时候 形成稳定的网架结构 所以会在连接的折点位置 你看固定点的位置 设置横筋 这就起到一个价历的功能了 相当于我的伸缩装置 通过像价历的钢筋骨架一样 放到这个结构上 好 这些都是焊接的形式做连接的 然后我们再把混凝土 焦住就可以了 这个就完成连接过程 咱们刚刚动画中也见到了 我们书本上在文字中 也给了你非常完整的过程 那咱们在实图角度 就把刚才那两个钢筋去弄明白 那刚才那个角度 是把伸缩装置做的切开 好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啊 这个切开之后 你想一想行车方向是啥样的 现在行车是左右通车 对吧 我们看到的是桥的纵断面 才会看到横向伸缩装置 伸缩装置只安装在横向 那我们现在下一幅图 这是哪个角度 这是从上向下看的 这两条橘黄色的 对应刚才图片的位置就在这 我们再找玉埋金 在图片的什么地方 玉埋金就是这一条 它是跟主体结构连成整体的 包括上面的这一条 这是玉埋金 而刚才我们伸缩装置自己不是带有它自己的连接金吗 这个在我们图片的平面位置在哪 是跟你主体结构连成整体的这一条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放上去的时候 它和它要焊成整体 但是你光点和点焊不稳定 所以我们加了横金 横金放在什么地方 拐点折角的位置 好你回来找 是不是 一二三 三根横金 是不是图片也对上了 那我们中间这空隙呢 就是中间带橡胶垫的 吸收弹性变形 这个中间空的部分 它后面是可能会进杂质的 所以咱们前面说日常清理嘛 然后旁边这个空间 咱们后期通过什么包住了 伸缩装置的混凝图 给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好这样我们就从图片构造角度 把刚才动画这种东西做了一个细化 如果考你结构的话 你记着两张图就足够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它文字版的安装过程 就是这个过程跟咱们前面动画 就是对应的了 一步一步来找 第一件事 你要核对预留草尺寸 预埋的这个毛固金的位置 一定要记名字 毛固金 就是你跟主体调化 交成整体的 这个就是毛固金 你看我们这个不是桥跨刚做完吗 对吧 后面你还要做调平基层混凝土 防水层 桥面铺装 然后把这个槽露出来 凿出来 凿出来之后 你就检查它们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然后暴露出来的混凝土边部 我们在凿毛清理就行了 好那你看 根据气温去调节 安装定位 然后用安装负责人去做检查签字 在我调它之前 我暴露出来的这一个范围都要做脏毛清理干净 因为你调放进去我们就没有脏毛空间了 所以是你刚把这个槽早出来 我们对于边部就要做处理了 然后我们开始做调装 调装的时候就是注意一个点啊 第一点它也是一个带危险的起调工作 第二点它的安装位置一定要准确 那么这个安装位置 我们其实书上这么多的文字 你就把握三个要素就行了 我们首先给你一个平面图 咱们站在桥的上面去看它 我伸缩装置 比如说安装在这了 这是我凿的槽 你伸缩装置自己是带有长度宽度的 在平面位置上去找的时候 桥梁中轴线是我打虚线的地方 伸缩装置自己长度的终点 要对着桥梁的中轴线 第二个伸缩装置在自己宽度上的中线 要对正预留槽的中心 相当于双向去找中 好你看我们现在前后左右平面位置 是不是固定好了 第二个你平面位置固定好 那我高层呢 高层怎么做呀 高层咱们回到刚刚的结构图里面 安装的时候 它的顶点和铺装的顶点卡好就行了 是不是高层就定好了 所以你看伸缩装置的安装这么多文字 其实你是不用记那么多的 我们就把握住要点就行了 一个是找中心对称 另外一个我们去确定标高 标高用水平尺或者板尺去做固定 你像我们这边已经开始焊接了 但是它的标高一定和铺装是持平的 就这个要求 然后我们确定好这个问题 没问题了 连好了 咱们就通过焊接的形式 把预埋金和伸缩装置的连接钢筋焊成整体 你看这个是不是伸缩装置自己带的 底下这个U型进入结构的是预埋的 我们给它焊起来 当然必要的时候是要加横金的 你看这个位置就是横金 让它们价力成一个骨架的形式 然后我们这个整体的安装就焊接牢固了 那你焊接过程中是不是又会产生杂质呀 所以在我们焊混土之前 一定要做好两项比较关键的准备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刚才焊接产生的杂质 你要清干净 另外我们施工面还要前期已经凿过毛了 也清了杂质了 你要洒水湿润做界面处理 第二个我们是不是中间是空置的地方 那你需要给它补上必要的模板 还要把中间预留变形范围 用泡沫塑料给它添上 所以这是两个必要的东西 焦住混土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 这个你要作为小重点 要彻底清扫预留槽 用泡沫塑料把伸缩装置间隙添塞上 然后设置必要的模板 那这个你看我们正在清理 把这个杂质清干净 然后它中间这个范围 放好我们需要去填充的泡沫塑料 避免连浆 你要是不填这个东西混凝土一进去 它就不能变形了 必要的模板一般立在底部 好这个我们再翻回到之前的结构图上 模板立在哪了 你看我上面这个范围是要包裹混凝土的 混凝土会侵入底下这个层次 那你中间这个空间变形的地方 我们有泡沫塑料 那你这个位置是不是需要去放模板呢 对吧我避免它出现连浆呀 你要是不放它不就连起来了吗 而且底下结构也是断开的 所以立好必要的模板变形的地方 添好泡沫塑料板就行了 这样如果人家给你一个结构图 问你是什么 它只要挨着结构的放的这个板式 那就是模板 中间填缝的那就是泡沫塑料 把这个东西分开啊 好然后我们再回来 那强度等级 这是你前面减材料了 那我这里延伸一个问题啊 咱们在伸缩装置用的混凝土 用的是什么样的混凝土呀 你看我们清理干净 我开始去灌混凝土了 震倒了 这混凝土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伸缩装置专用水泥 去拌出来的混凝土 那么这个混凝土有什么特点 就是强度一般会提高一个等级 而且是快硬型的 而且我们早期强度要偏高一点 另外就是补偿收缩 不要有收缩变形 它要收缩变形 我们旁边不就开裂了吗 容易漏水啊 所以这个重点去注意一下 那浇筑的时候震倒密室 不要有漏的地方没浇到就可以了 那伸缩装置两边预留槽的强度 没有生成是不能接受核载的 什么时候它达到百分之百强度了 我们再开放交通啊 好这样咱们就完完全的把伸缩装置的安装过程 梳理明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给你延伸的一个点 就书本上没有放啊 就是你这个桥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伸缩装置是可能会出问题的 它要是出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想一下原因了啊 这个咱们可以先看一下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是我们工人在座替换 你看右边这个伸缩装置旁边包裹的混凝土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碎裂剥落 暴露出了主要的钢筋 甚至有些都断开了 那这个断开它还能吸收变形吗 不能了 而且会漏水啊 另外我们伸缩装置中间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连浆了 进十字了 它也没有变形空间了 像这种的话 既影响受力也无法变形 是一定要做处理的 那产生这种伸缩装置的病害 原因有几条 我们这里了解一下就行了 第一个交通力量增大 原来设计承重是多少 结果上的重量翻倍了 那你这边的混凝土强度是受不了的 所以就会导致出现破损 第二个设计角度 是不是没有考虑它的增加 所以你设计上是有缺陷的 或者本身就低了一级别 那施工的角度 我可能在做这个混凝土的时候 局部震倒不密 一受核载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还有就是管理维护 你像中间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日常是要做清理的 它要是没做的话 那你久而久之影响变形了 好这是产生原因 那我们对它的治理措施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是应该做替换的 把混凝土凿掉 重新安装一遍伸缩装置 这是可以实现的啊 你看包括我们这边主体结果 它都是断开的状态 重新安一个就行了 第二个 那你前面这个原因 我是不是怕后面再出现这个问题啊 你对点给它解决了 我考虑后驱交通增长的问题 然后你的选材上 你混凝土胶住震倒上 我们去加强 加强日常的一些管理 出现破损 我们及时处理 出现有杂质填充 我们及时给它处理就行了 清理干净啊 所以这个措施的话 咱们一方面是施工替换上加强 一方面把刚才原因解决了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咱们教材没有 所以只是给你延伸往外做理解 防止它出现一些实践拓展的问题 你可以在这暂停多读两遍啊 这个不用死经备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题目 首先第一个 关于强梁伸缩装置 施工安装 下列说法正确是什么 好 挑正确的 安装时保证伸缩装置 中心线和中轴线重合 没问题吧 找中啊 可以的 伸缩装置 两侧预留 预留槽 强度达到80%可以开放 不是 完全100%才能开放 对吧 这个不对了 吊装就位前 拔魂土凿毛清理干净 没问题吧 因为你放进去 你就没有空间去凿毛了 它一定是放之前去凿的 这个是对的 然后顺巧向 对称放置于间隙上 找中 找中 平面位置对称了 然后预留槽 清扫之后可以直接交注吗 你光清扫 你没做界面 没湿润 对吧 这个也是不行的呀 所以这个是少东西的 我们在选项中 但凡看到这种特别直接的说法 不要动它比较危险 所以这道题咱们是不是选择ACD 三个选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偏石图方向的 指出桥梁纵断面充伸缩装置的位置 好 这不就跟我们前面防水体系做的是一样的吗 你看底下是桥台 这边是梁体 就是桥跨 梁端 梁端和桥台之间 这个地方是不是伸缩装置 这我们就指出来了 那人家让你指 你得用文字描述 就是梁端和桥台之间 或者梁端和桥台前缘之间 位置描述好就行了 那然后我们再说明伸缩装置施工节点 施工节点就是你做完什么再做它 伸缩装置是在桥面铺装之后去做的 先做铺装再做伸缩装置 好 再来图中搭板的使用功能 搭板在哪呀 伸缩装置在桥台前面 搭板在桥台后眼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能看到一个凸起 然后这里我们设置了搭板 这个位置是桥头搭板 那这个搭板是干啥用的 它是不是放在台北回田上面了 它可以预防桥头跳车病害的发生 减少台北回田的部分和桥桥梁结构之间的不均沉降 把这个放上去就行了 好 这个相当于是给大家延伸一下这样的问题 这个答案我就不再逐个去念了 你可以暂停看一看 然后紧跟着我们再看下一个 就拿咱们刚才那个结构图直接放过来来提一个延伸的问题 那我们这个结构图不用再去重复了 我现在问你伸缩装置中5乘10公分 直径是10的 钢筋网是干啥用的 你在图中先找到它 我们标5乘10公分 直径为10的钢筋网 就是一个钢筋网片 它是不是放在了我们胶筑伸缩装置混音图的上面了 好 为什么放在这儿 你找它的特点去 那我们这个范围是不是大范围都是空的 全都是混凝土吧 你全都是混凝土 它单就是受压 如果发生变形的话 我们是没法去做调整的 所以我在这儿加这个钢筋网片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起到一个拉结的效果 因为你不放钢筋网片 它这块就是全是混凝土的 容易开裂 所以我往里面加入钢筋网片是预防伸缩装置上部混音图出现裂缝的 起到一个拉结的效果 来保护顶部的伸缩装置混音图 对吧 你把这个功能给它延伸一下就行了 所以像这个咱们书上没有提到 那就是一个纯延伸的问题 你想一想咱们为什么要往混音图里面放钢筋呀 不就是混音图只能抗压不受拉吗 所以我们往里面放钢筋就是提高它的抗压特性 让二者结合去受力呀 对吧 就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它主要就是预防混音图开裂 保护槽上部的混音图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样咱们把伸缩装置能够延伸题目练到这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专题的最后一个小考点 就是关于桥梁的维护和改造 那我们书上其实主要就是打两个点 一个是桥梁怎么做维护 也就是日常的维修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改造 改造的话 也就是说明这个桥它满足不了现在的使用要求了 比如说我们车道数不够 或者上部的交通量比较大 我们需要做缓解 那往往桥梁的改建 大部分都是做拓宽改建 原来桥面这么宽 我们往两边多去拓宽一下 那你需要把拓宽部分底下的主体结构都要做出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考点中的两个内容 那首先第一个咱们先看一下维护 它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必然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 那我们就要加强它日常的一些维修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城市 它的基础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 那比较完善的话 我们新建工程就比较少 所以有很多市政的这个公司 他都会承接一些这些维修的项目 这个也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我们做的项目多的话 它出现在考题的概率也比较高 像咱们前面不是有道路一些维修吗 就是一样的啊 到这也是桥梁也需要做维修 那这个维修的话 你看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 你不得看一看这个桥它出现破损 破损到什么程度吗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维修中经常用到的 仪器设备机械 像咱们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 我在桥上进行行驶 通过这边的支撑结构 挂住底下的检查平台 检查平台上就有工人进行量底的检查 因为我们桥梁结构 它一般都是离地面相对偏高 你光从底下搭架体是非常不方便 我们对它做瓶领也很难注意 有的时候底下还有道路 那我用这种桥上的检修仪器的话 不会影响交通 好这边注意一些仪器设备的应用 那这里面我们其实对桥的评定 主要就是看它有没有结构上 比较明显的开裂或者是破坏 尤其是梁底 因为对于一个桥跨来说 我们不是梁的中间下部主要受拉吗 这个位置一旦混淫土出现裂缝 甚至暴露出了受力钢筋 或者出现破损等等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所以大多数它出问题都在受力大的地方 那我们就加强对量底的检查 当我们发现凤了及时做平定 然后该怎么处理 咱们这种处理就行 好 然后书本上这个我们首先给出一般规定 在一般规定里面 它一般就是考你概念体 我们对桥的维修维护 到底分成了哪几个级别 那就从保养小修一直扩大到了改阔件 改阔件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的结构做处理了 而前面这些 它并没有改变结构自己的形式 而是在破损的结构身上去做一些加强 好 最简单的是保养小修 这只是非常简单的病害 造不成实质的影响 所以我们只要做日常维护和小的维修就行了 比如说它两底出现一个细微的裂缝 我们就把这个缝给堵住 避免它再延伸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中修的话 是桥出现了一般性质的破坏 那这个破坏之后 我们要让这个结构经过修缮 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这个你要重点关注 通过修理恢复城市桥梁 原有的技术水平和标准 就你修完之后 我这个桥交工的时候 它是能达到什么水平的 我修完之后就还要到这个水平 而如果是进大修的话 它是针对较大损坏 所以这两个损坏以前对应上 那我要是都已经出现了较大损坏 你经过维修加固处理之后 一方面是恢复了它的原有技术水平和标准 另外一方面 我的结构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了 所以对桥梁结构 是要整体进行维修改造的 要预防后面再出问题 或者这个病害再延伸 而到了加固这里面 是不是刚才说我们做了维修改造 往往就伴随着加固工程了 所以只要是要做加固工程的 就相当于是额外在原桥的基础上面 给它做加强 因为我们光在这个病害上处理 已经不行了 好 这个加固的话 对桥梁结构是采取补墙修复调整内力的措施 让它进一步的去满足承载力上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个结构经过一段时间使用或者出现破损 已经没法去抵抗这些核载了 那我就加一些措施 一起帮着你来抵抗这个核载 好 那么最后这个改扩键往往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改扩键的话 或者是我们使用目标出现了一些调整了 那涉及到改建扩建或者是拆除重建的 拆除重建肯定是我再去维修也实现不了之前的一个目标 所以是严重损坏 它需要恢复技术等级标准 你就重新做一个 那如果是改建扩建的话 是不适应现有交通量和增长的需要 我们再给它做改建扩建 这个往往就是使用需求的增加嘛 所以增加的话 我们原桥基本上问题都不大 那你只要提高技术等级 使它保证运行能力就行了 所以这里大家只要把这个名字跟范围做类型的比对就行 我们所说的小修中修各自在哪个级别上 它产生的是什么损坏 我修完之后达到什么目标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它能出选择题的归类问题 我们在题材中描述的是哪种 或者我说的这个修理是指的选项中的哪种 你做对应就行了 就是考概念 第二个就是我们加固的方法 加固技术 咱们书上在这只给了名字 只给了名字 所以它单考技术点的概率不是特别的高 那我们首先在名字上面说增大截面去做加固 你要是增大截面做加固 一般我们主体结构断面上都做了调整了 这里面我们只要注意一个细节 如果对桥跨结构做了增大截面加固的方法 往往它底下的行车高度就受限了 所以你的方法中一定要确定和它底下通行或者行车限高的一个关系 不要影响通车 而粘贴钢板加固贴在哪呀 贴在两底 包括我们底下做运用力 放哪 放在两底 你看咱们这个图就配的是运用力的 当我们上部桥跨出现一些破坏 它底部已经无法有效的抗拉 容易发生变形 那我就在两底进行粘贴或者施加运用力 从而通过这个位置的绷紧或者是贴抗拉结构 让它提升抵抗弯距的能力就行了 那粘贴纤维带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放在受力比较严重的地方 另外粘贴纤维带还可以处以裂缝 在我们上部包括边部都是可以用的 那改变结构体系 这个就是属于需要走设计了 因为我们这个结构体系的加固的话 它往往是伴随着增加一些结构 你就直接找设计出方案就行了 那横向整体性 那可能是我们双向通车 分开独立建设的两体桥梁 那这个我们如果说出现变形的话 可以使二者增加约束来抵抗变形 这边给的基本上还都是处理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是比较轻微的 比如说我就说出现裂缝了 那你怎么去处理裂缝呀 这个就很简单了 咱们想一想通用混云土的问题就行 我们稍微拓展一下啊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画的是两底 我经过检查发现它这里出现开裂了 有好多个开裂缝 那么这个缝我们怎么处理呀 第一件事你记得我要进行调查 就是这个缝它扩的多宽 打的多深 对结构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暴露钢筋 我把信息收集回来之后 我再制定处理的方案 制定完处理方案了 比如说它就是轻微的裂缝 我们只灌缝就行 那这个灌缝你怎么灌呀 第一件事先把缝清理干净 好 缝体里是有杂质的先做清理 第二件事我们要把外部的密封材料贴上去 不是直接灌啊 它需要有密封材料先贴上 贴上之后 我们通过外部珠江管路的引入 开始往里面进行压力灌浆 你要让江叶渗透到缝里面去 因为它是在两底灌的 我要是不贴这个密封材料的话 那你直接灌不就流出来了吗 它跟正常结构的裂缝处理还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先去做贴的 然后我们再去给它进行压力往里面灌 压力灌入 灌入之后一定要记得做端部的封堵 避免江叶反流 然后等到强度达标 我们再检验 所以它后面是要进行养生和质检的啊 养生和质检 这样就完整了 我们需要做养生和质检 我每一个就给你放了个关键字 在两底灌缝这你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跟正常混土灌缝不太一样 它是需要把外界的密封先贴上去的啊 好就这么一个区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改造 改造的话 咱们刚才说了 就是你原来这个桥这么宽不够用了 人交流量特别大 我要把车道拓宽 所以你看旁边这个黑色的 是不是拓宽的部分 人家原来就修的这么宽 不够用了之后 我在底下加主体结构 拓宽了两个车道 那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其实不管你主体结构 上下选择哪种联系方式 我们面临的问题 总体方向都一样 你旧的桥 经过长久的交通的使用 是不是它底下沉降变形 已经趋于稳定了 而我新做的桥 尤其是底下基础不好的时候 那我后面再接受核载 它又会发生向下的变形 我们改造之后 它不是一起要做路来用吗 对吧 做桥来用 通行去用 所以桥跨体系往往是要建成整体的 如果这一边沉降往下走 那你铺的后面的桥跨不就断开了吗 容易出这样问题 所以咱们不管是哪种连接方法 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新拓宽部分容易往下走 原桥不动 新拓宽下去了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就行 好 这样咱们就把这个连接过程中注意的施工技术要求概念点 我们再串一下 那这个在改造设计中的要求 我们书上列了好多条目 前几个条目中都是纯基础概念 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你读一篇就能读懂了 我们在这重点关注一下后几条 重点关注后几条 从第五条开始 如果是病害严重的经加过能利用 却不易拼接或者拼接难度大 那技术上又比较难克服的特大桥 咱们不做横向拼接 啥意思呀 就是原来这个桥啊 它体量比较大 然后出现了一些破损 我拓宽了新的部分 它俩要是硬连的话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硬连了 我们就分开 你原来的桥在这 我拓宽部分跟它挨着又做了一个小桥 贴了它旁边了 就这个意思 就你不要硬连就行了 我们做线位分离的方案去建新桥 它俩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个时候你还怕中间断开吗 不用怕 因为它本身就有断开的 我们桥面也不会铺到一起 这是特殊情况 然后下部结构基本上都是装住式 为什么选装住式 因为我们下部结构这里面 你像做基础的话 它不是有扩大和装基础吗 而到了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你再修扩大的话 它沉降会更大 所以尽可能选择装基础 能够更好的和实力层做联系 或者是抓得更牢 那底下这个柱式桥墩 你底下是装 我们通过成台扩展到柱 扩展到柱有什么特点呀 柱式自重小 你要是做桥墩重力 使它自重大 它产生的沉降就更大了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底下支撑加强 一方面自重减轻 就是避免新桥突翻部分出现沉降的 然后新旧桥台 匹配一样的桥下形式 避免出现形式不一样 它连不成整体 出现变形 新旧桥技术沉降差 控制在允许范围里面 拓宽部分选择装基 这是不是跟它对上了 对吧 所以最后一条 没有什么大的难点 我们重点去看一下 五和七这两个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两个内容 就需要我们在结构 施工上做一个加强了 刚才咱们说的核心问题 就是你拓宽的这一部分 它会往下走 那我们在连接形式上 可以分成改建方案的三种形式 上下都不连 这里注意区分 这边我们所说的上和下 指的是桥跨的结构叫上 底下的桥墩基础 我们叫下 也就是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 如果都不相连的话 这里你注意个前提 咱们这里说的连或者不连 指的是你主体的受力结构 桥跨主体和底下的下部支撑 而桥面铺装都是一起做的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就是你完成桥梁主体结构 我们整体铺装的 这是一个大前提 我整体铺装的前提下 底下可以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都断开 它们两个是断开的 那这里会面临什么问题啊 主体结构倒是断开了 它哪怕新突弯部分出现沉降 也不会出现主体结构的变形 但是你铺装不是整体做的吗 铺装整体做 你这边往下走 它不就开裂了吗 容易有纵向缝 所以咱们在解决方案这 怕它出现纵向缝 容易有变形 我就接纵向伸缩装置 你加个纵向伸缩缝 这个变形不就吸收进来了吗 或者是我们在新旧连接触 留纵缝 设钢板包边 把它的变形空间给它留出来 钢性露面 上部桥跨的铺装 选择水泥混泥土的 我是不是能抵抗这个变形呀 但是它也容易开裂 所以这是我们对它的处理做法 好第二种情况 桥面铺装是个整体 底下选择上下连接 就是你旧桥的下部结构和新桥下部结构连成整体了 桥跨和新桥桥跨连成整体了 怎么连的 人家已经建完了对吧 我在键板的结构编布连接位置给它直筋 直钢筋骨架给它冒进去 然后我们新桥给它浇混土包起来 这样就连成整体了 那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虽然说连成整体 但是会出现什么问题呀 因为你新拓宽的地方底下低级是有沉降的 所以久而久之我新拓宽部分势必会往下走 它容易带来和主体结构连接之间影响主体结构的安全 或者这个缝延展到上面去 依然还是开裂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旧的主体结构是有影响的 而且直筋的费用比较高 所以这个我们要加强新拓宽部分的基础 尽量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 你把基础处理好 地基不良土处理好 打成桩基础 加强 那缩短施工的工期 不要让施工中期离的太长了 你下部结构包括桥面铺装 如果一个桥比较长 我分成几段来做 那么它的变形就不均匀了 更容易发生结构上的变化 好 然后两板安装到桥上之后 放置一段时间再拼接 这个是啥意思 就是你整个线线桥上 不要分几个段这样来做 但是我把下部结构做完 两板放上去 相当于核载已经全了 核载让它把底下的压缩发生了 然后再裂 这样我们能够保证变形 不去影响后续的结构安全 好 这是上下连成整体的时候 好 那么第三种情况是上部连接成整体 底下没有连接成整体 上面连的底下没连 就是我们桥跨是锁成整体的 但是你下部结构是独立的 那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呀 还是新桥会往下走呀 所以是不是跟刚才处理是一致的 你把底下的基础一定要做好 加拓宽的部分 尽可能选择装机 加强地基处理 就是你尽可能比让它往下变形就行了 然后增加装长或者装镜控制沉填层的厚度 避免装自身发生沉降 这是你装机上的质量要求 然后推迟湿接缝混凝土的胶注 你上面桥跨不是连着的吗 他俩是要交湿接缝的 尽量把它放的供期往后排一排 就是你上面的核载啊 我们所有核载全加进去了 你底下地基是有沉降的 让这个沉降先发生发生 然后再连起来啊 然后连接部分去增大佩金 能够抵抗变形就行了 好 这是不同的连接形式 全部都不连 完全独立 一个是完全连成整体 一个是上部连成整体 底下不连 那么各自有各自的侧重方向 这样给你分开用关键词 整理到的表格里面 然后再进跟着 我们再看一下新旧桥梁 它上部桥跨 刚才说的是整体结构 现在是单独的上部桥跨 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几种连接形式吗 它有连成整体的 那就是钢性连接 也有没连成整体的 那就是角性连接 是能电形的 那什么样的结构 我们选择那种连接形式呢 咱们在这直接把板的形式 或者两体的形式 给你做好分类 好 这个东西你依然也是 不用全部都记住 我们就把握核心就行了 你看板或者梁的特点 如果是实心板 或者是空心板 它不都是板吗 板结构是不是稳定的 如果板自身很稳定 你还需要去做刚性连接 怕变形吗 不用了 它自己呆的就很稳定 我们中间做弹性的角接就可以了 或者是接近角接的能变形的 它不用锁定的特别牢固 那如果是相量呢 它俩道理不就一样吗 对吧 都是非常稳定的结构 不会来回侧翻 那我们在连的时候全是角接 非常稳定 而如果你碰到T形梁 T形梁或者A形梁 它有什么特点 来回动 容易侧翻 所以我们要把它锁定成整体 那这个就是刚性连接 一定要连成整体 做湿接缝 做混凝土胶筑了 好 只有容易侧翻的 去做刚性 非常稳定的结构 全都是角接 或者接近角接 直接角接 这样就可以快速记忆了 你就记一个就行 谁需要锁定成整体 就是容易摆动的T梁 或者A形梁 没了 好 那我们在上部桥梁连接这里面 这个位置容易出选择题 书上给的文字描述虽然比较多 但是内核考点就这么一个表 你把背起来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做提炼一下 首先第一个 桥梁拓宽 加宽之前 改建了 新旧桥梁 上部结构连接 下部结构做的分离 人家告诉你 上部结构是连着的了 然后问你 我们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上部结构要做联系了 让你挑选一个合适的连接方法 如果是实心板 空心板 这个我们做什么连接呀 不用锁成整体 你就做皎洁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皎洁 那你这个是不是不对了 那我们这个直接选A呀 你看直接就挂这个名册点 它一下就出来了 做题没有那么难 我们再验证一下后两个选项 提前梁它容易动 做什么 做刚性连接 没问题 箱形量很稳定 做皎洁 没问题 这要题我们就选A选项 所以做题的时候 它一般提演 你只要读出来 然后找到判定特征 做起来就很快了 好呢 接下来我们把第一节 最后一个专题内容 咱们做一个重点的回顾和串联 首先我们在这讲的是四个知识点 一个是墙面防水 一个是制作伸缩装置 然后另外带一个维护和改造 维护改造 大概就是在考选择题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选择题能出起的部分重点去做记忆 第一个在维护的时候 我有哪些维护方法 从小修到中修大修加固等等 每一个对应的问题是什么 解决完这个病害达到什么标准 把这个概念理清楚就行了 而在改造中 改建方案是上下都连着 还是上下都不连着 还是上连底下不连 那我们对每种连接方法 要加强什么地方的控制 被那个标隔去 然后在上部桥跨拼接这里面 稳定的角接 不稳定的刚性节点 好 这个直接就有了 那我们最后一个好点很简单 然后在前面这三个点里面 重点去学制作和伸缩装置 他们两个从实图角度 我们第一个专题就学完了 你在这重点关注一下啥呀 就是他们两个的功能任务 概念点 第二个就是他们是怎么放到结构里的 安装连接过程 在制作里面有预制量 有线胶两这两个 怎么把制作放到梁里面 一定要重点去注意 施工过程作为核心 伸缩装置也一样 安装技术 安装过程作为核心 都给大家去沿着实图的方向 桥面铺装这里面 桥面防水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加强在图片构造上 找它的位置 我们前面已经给你放过结构图了 而它自己的内容 就是选择提提点 在基层混音图这里面 我让你记了80%的强度 还有三个主控项目 粗糙 平整 寒水 而到了基层处理技术 纯选择提 记了一个铺涂的原理 先节点 在大面积 同样的道理 套到防水层和涂料上面 卷材和涂料上面 卷材这边 就区分它的 大阶的长度 缝的要求 还有粘上去的方法 热 热绒胶 直接被贴 这样的形式 如果是涂料的话 多层 不要混结块 然后我们去保障 它涂刷的一个要求 涂刷的质量 最后在铺装这里面 不就是把上部 沥清混合料的铺装层 摊铺温度 跟底下防水层次 做一个贴合吗 如果是不怕热的 你热点更好 那我们就 以它的耐热度往上涨 如果是怕热的 一热就流淌了 以耐热度往下降 所以这个 从选择提角度去入手 这个是作为重点的 那我们这个专题就结束了 那到这儿 我们桥梁结构的第一节 就完整给大家讲完 第一节的内容 其实内容比较多 站的时间也偏长 但是它讲了很多 桥梁主体结构的通用支持点 我们到后面 下部结构 这一节开始 就按照主体结构的建设顺序 给大家去分考点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到下部结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